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他的次子莫哈玛·纳吉夫丁 和朋友参访慈季吉隆坡的 增江环保站 了解慈季的环保理念 今年31岁的他是企业家 创立了非政府组织 想要结合青年的力量服务社会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的次子 莫哈玛·纳吉夫丁 带着设置团队 来到慈激吉隆坡增江环保站 通过录制短片 鼓励马来西亚的青年 行善回馈社会 莫哈玛·纳吉夫丁 出自马来西亚两任首相的家庭 更是多所在地和国际企业的 董事长或执行长 忙碌之余 他创办了Youth on Unity 非政府组织 关注青年的发展 并培育青年投入社会服务工作 和吉隆坡增江环保站比临的是全马第一所西服站 从环保站回收来的资源 如果还能够再被使用 志工就整齐地把物品展示出来 供民终以低价购买回家 我们也带到他到这个洗服器 让他更明白 延长雾名的意义 就是要洗服爱物 不要乱丢 回收很好 不用更好 栽培青年关注环境保育课题之外 更要灌输未来的青年节约资源 减低个人欲望 从环保教育的根本开始努力 戴新闻林逸林伟德 马来西亚华导